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是植物与庄稼内的基础制的讲习 这个主要是跟植物啊 木 竹 还有我们所说的各种庄稼有关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政权 国家机构 或者是叫我们把它叫做社稼 你看那个社是土的 那边是土 那边是稼释 是稼释的土跟农业有关 那么这个稼就是很清楚的是一个最早时期的农作物 所以我们的社稼 社稼都是跟农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个后继今天来说是我们早期的农神 说是他交民播种百孤 这是我们最早的农业祖先 当然这个传说里边的后继到底是谁的说法也比较多 但是我们不管他是谁 从这个一直传下来的这个我们能知道 我们的社会跟农业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紧密的 好 我们先看不是农作物的 看草 跟草有关的 这个草字啊 像这是草 这个才是草字 那么草是有什么构成的 这个念测 测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刚刚长出土的一个芽 两个叶子 我们把它叫半边草 这叫测 一构读入测 就是说这是很像型的 刚刚长出来了一个小的芽 两边有一个叶 那两个测就是草 那这个测有什么用呢 测有测的用处 这个字我们见得比较多 我们一般念臀 对吧 这个臀是什么意思 上边这一行是地平线 下边是侧 那个小草啊 刚刚要伸出一点 接着长出那个地平线 它没有长出来 这个叫臀生 这个臀生 比如我们春天的春 上面一个臀 底下一个日的 真正的春天的春 什么意思 太阳照到地下 那个草刚刚伸出头的季节叫春 播种的季节叫春 它要从这个字 所以臀有一个什么意思 有流的意思 比如东北很多地方叫臀 臀是什么意思 那往那边迁徙的人 在这个地方挺一挺 然后呢 有一部分人就流下来了 所以叫什么臀 再往前又走一波 到哪里又挺下来 叫什么臀 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能看得到 那么草呢 这个草就是白草 就是它说叫百慧眼 说完叫百慧眼 是从两个测的 为什么要从两个测呢 因为小草总不会是长单个的 它会很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草字头 今天的草不是这么写的 是一个草字头 底下一个枣 那开始的时候可不是草 真正的这个字形 应该是这个字 后来就变成这个草字头 草字头的字有多少 在说文里面有四百多个 很多很多 早期的人要跟树木有关 跟草有关 早期的生活跟它密切有关 比如说这个菜 我们经常写错 菜是什么 底下这个是彩 看到没有 这个彩这是一个爪子 人的爪子 手 底下是木 手在木上面 摘叶子摘果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彩 那么采 采回来的草 就是菜 所以我们知道 最早的菜肯定不是地里种的 对吧 就是外边采的 现在这个字经常写错 那大街上 一个草字头 底下一撇两点 然后一横 一长树 那错了 那个字是 绝对是错了的 只能是一撇三点 因为那是从爪子的 所以这些字形 跟我们日常生活 是非常有关的 那一个侧是侧 两个侧是草 三个侧呢 就是会 这个会呢 它过去是草的种名 后来变成一种观赏的草 叫会 所以我们今天说 花会 花会 你很容易说 花会就是花 那会就是花 谁跟你说是花 那肯定不是花 那个会是什么 是草 观赏的草 送一束玫瑰花 情人节送过玫瑰花 那个花是花 那个玫瑰是花 那个玫瑰底下 垫的那个满天心 那是会 明白吗 那个会是啥 是三个侧 看到没有 四个侧是什么 这个字就是莫 莫莽 穿穿的莫 满地都是草 用四个草了 很多很多了 这个种制造 为什么要作为 布手放在这里用呢 你看这个莫子 我们今天的木 墨需有的墨 中间加一个日逃的日 对吧 那想想 日墨的墨是什么意思 是太阳掉到草里去了 对吧 那就是太阳掉到草里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说墨需有的墨 后来呢 这个字经常用 经常用 借去表示否定词了 底下再加一个日逃 两个日逃掉到草里去了 这就我们说日墨的墨 对吧 我们讲过好多这种情况 比如说礼遇的词 独自墨平南 那个墨 就是没有日的 很多人也说 那就是独自墨平南 就不要平南 不对 那应该是独自墨平南 晚上天黑的时候 他因为他变成囚徒了 回看故国的时候 心情非常落寞 那叫木平南 不是木平南 这两个读音不一样 一个是入生 一个是去生 这些我们经常念的 很多错误 我们知道构制的 我们就比较清楚 这是草 那个草如果生出来了以后 就不是团 没生出来是团 生出来是侧 那个再生的高一点 这就是生长的生 这个生长的生太清楚了 底下一个地平线 一个草往上涨 中间打一小点 这生长的生太清楚了 草木往上生 很清楚 说文说静眼 像草木生出土上 说得非常清楚 生长的生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跟生相同的一个字 是知 知乎野者的知 当然这个字 有人说不是的 它是一个地平线 有个脚板 但说文说不是脚板 是一个地平线上 就是一个侧 往上涨 都可以 那草 从地上往上涨 也是往一个方向去 脚板 从地平线 这里往外走 也是一个往上方向去 所以知 开始是出野 从一个地方走出去 是很清楚的一个说法 后来这个知 虚化了以后 用着代词 是后面的事 所以我们 还可以见到 先行很多知 是用着动词的 比如说 孟子知藤 孟子 知藤的意思是 孟子去藤国 从他的自己的周国 到藤国去 所以叫孟子知藤 这种用法的先行很多 把这个知倒过来 看到没有 那个知字不是 往上涨吗 现在把这个知翻一面 这说文造字 有这么个问题 倒过来 有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扎 扎是啥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 要加个框 在这个外边 加一个框 你不认识这个字吗 认识 比如说曹操的诗 那个 扰树山扎 核枝可依 山扎是什么意思 山川 为什么会山川呢 那个枝是 这个侧是往上涨的 这个杂是 枝是往下涨的 一个往上 一个往下 正好360度 所以它围起来 这是造字 当初造字的一种 思维上的好处 所以再后来 怕你搞不清 再加一个框 外边那个框 开始的时候 是不加那个框的 这个是粗 这个粗说完说 也还是草往外涨 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粗 就甲骨里比较清楚 这是一个柱的半坡 挖一个地 在地里面 柱长有个盖子 这是脚板 从你家里往外走 这是一个 这是你的家的门口 这是你的脚板 这是纸嘛 往外走 这就是粗 脚板从这个地方往外出 但我们今天写成了两个山 说山怎么说 山上有山就是粗 这叫俗词源 字源 是你解释的 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 粗的写法不是那个样 大家很清楚 这是脚板 这是一个地 说完说那是个地 上面是个长出的一个东西 都表示出来 跟粗相反的是格 格人的格 这个格看到没有 这还是你的家 是吧 这是一个脚板 人家的脚板 指头向你家里走 这叫格 格就是来 就是智 所以格物置之 是啥意思 很多人都没有讲清楚 这个格物的格是啥意思 那个格就是来 什么叫格物 那我要把外物的那种知识 把它射到我的心里来 我们叫做 使万物进入你心中 这叫格物 这个格就是智 智之 我通过这个格物 我就能把那个知识 装到我的脑子里 这叫智之 格和智都是来的意思 是使进入我心中的意思 我们经常那么说 并不是真懂了的 你懂的这个格 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脚板到你家里来 很清楚的 那么这样的一些字形 我们懂得它的构造 对我们理解 就我们文化里的很多东西 都会清楚一些 不然我们的概念都是空的 这个字念 泼 就是我们的泼人 生机的泼的上边 底下再加一个子 一个小孩长得很快 叫泼 生机泼泼 这个泼是啥意思呢 你看是草木往上长得非常清 这满地 到了夏天 草长起来很快 梦校草木长 长得非常快 看到没有 这叫泼 我们叫泼人大路 我们叫泼泼生机的意思 都是从这个地方起的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些草类的 那草类的字有多少 有四百多泼 好多跟我们生活有关的草 具体的我们在购置里面再去看 这些基本的字根